我請內政部曾市長 請曾市長 還有我們請社會司檢市長 請檢市長 是,委員好 市長,我們這裡有緣了齁 對總統出在外面有噁噁噁噁 我看你都在對,不錯 我們謝謝委員的指導 好,我現在問請教你齁 我們現在獨居老人 各縣市的獨居老人,這些服務的業務 你們現在的定義 還有怎麼委託給各縣市政府 因為錢都是你們出的嘛 市長,市長 市長,市長 目前有關獨居老人的部分 我們是請各地方政府 針對獨居老人的部分,他們先建黨 建黨的話,他會安排 委外團體,他可能是電話問安 還是關懷訪市 那同時 也輔導他們到我們社區關懷據點 去活動 現在用屏東縣為例 屏東館 有幾個基金會在負責嗎 有的負責沿海的鄉鎮 有的負責山邊的嘛 現在差不多有四個團體在這樣負責 那我現在要問你齁,要請教你 獨居老人有的是私人 有的是殘障的 有的是子女 有錢喔,他自己有錢 但是子女沒有住在一起的 也算獨居喔齁 那這些人 要用什麼條件下 才能去 照顧服務員 可以去 跟他訪視 跟他照顧 還有跟他洗棉被啊 洗一個個大村蓮齁 有的 要送餐 你們是以什麼 來評斷 跟委員報告齁 因為這一個部分 還是回歸到長照的計畫裡頭 因為長照的計畫裡頭 他有針對65歲以上的長者 那他提出申請 那各地都有設 屏東也有設照管中心 他評估了之後 那他就會依照長照的一個項目裡頭 那裡頭也有送餐服務啊 也有關懷訪視 電話問安都在裡頭 居家服務都在居家服務的項目裡頭 那幾個 他一個月可以接受幾個小時的服務 也是照管中心在核定嗎 因為那個部分 我們等一下會把資料送給委員 他會依照他失能的狀況 然後給予那個時數 不同的一個時數 好 所以你們只只管付錢啊 什麼都不管啊 不是 我們是整個計畫 整個計畫 屏東線要提計畫 他要提計畫 經過我們核准才可以 因為每一年齁 你們 你們在 核定 核定到後來都是到六七月 錢要慢慢拔下去 沒有啦 很痛 有時候到二十月就沒錢了 有的到十月就沒錢了 那繼續要終點服務的 那些基金會 都要自己墊 墊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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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 墊墊到隔年 然後再下來 有時候是縣市政府 延長 延長 每一個做這些 服務的這些基金會 大家都很辛苦 大家實際上 抱著 做善事 這功德的心態 所以 這一塊你們要 用心 用心 各位我們報告 這一個 我們大概每一年都處理類似的狀況 因為首先地方政府要先趕快提出版 提出他的計畫 提出他的計畫 我們就可以核定 審查之後就可以核定 那有一些他可能晚一點提出來 那他晚一點提出來就晚核定 然後他再回縣市政府 再播的時候又晚 所以就會很晚 所以這個我們會來改善 因為這個將來的長照 長照也跟這一塊貨在一起 長期照護法 長期保險法 我們主席也有提喔 提長期 照護保險 照護保險 兩個貨在一起喔 他還比較厲害 齁 我們兩個比較準 照講應該有長期 照護 照顧法 讓我們的軟硬體 建置完成之後 才有長期保險法 就好像 醫療法 全民健保還沒有實施之前 要有醫療法 要讓醫療驗手 全部建置OK 至少那個軟硬體 都還可以了 才推全民健保 因為全民都要推下去 全部的人都要接受服務啦 那我們現在 長期照顧 照顧法 都還沒有嘛 齁 那保險法 那更不用談齁 那我們主席是英明齁 他兩個一起推齁齁 我不曉得要怎麼推啦齁 啊 現在台灣的這一這一塊齁 是做得很雜亂 真的很雜亂齁 keyboard divisions 外勞 有17萬人 我跟你講 17萬人以上 那最近我們廖政井委員 滴滴嗎滴滴 妹妹妹 後 沒有 最近我們那個 還有一些委員 關心之後 我們的 80量表 從35分 80歲以上的齁 從35分 放寬到60分 那我們預計會有再有4萬個外勞進來 外勞勘付 所以這4萬的 加上17萬有的 中來差不多20幾萬 只有外勞勘付喔 不過這個外勞勘付的貢獻也很大 解決了我們真的很多老人家 要去像我們屏東啊 哈陳咖 小孩子都在都市都會區裡面上班 這些老人真的是老而殘 老而病的 如果沒有這些外勞來 因為我們的照顧服務員這個體系 還沒有OK啦 我們才有五千個照顧服務員在提供這些 真的在提供一些服務的啦 六千三喔 那因為照顧服務員是算終點的 他的錢蠻貴的 請一個照顧服務員如果要請24小時 要多少錢你知道嗎 六萬塊 六萬塊 請一個外勞加救援安定費 二萬五就打四了 在我們屏東縣 能夠請 花六萬塊請 請照顧服務員照顧24小時我看很少啦 很少很少 付不起啦 所以這些外勞 在目前你們現在的想法是 在長照的建置還沒有完成之前 開放這些人來照顧 那將來如果我們長照建置好之後 這些外勞是要辭退 讓我們自己的系 我們自己的系統來把它接起來 不然的話 你將來 你將來你的長照 還是付錢 付現金的 這樣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是摧毀呢 設置也會 也會無效 因為如果在有一個生病的老人 能夠在家裡有一個外勞照顧 他就不用送去 長照機構啊 齁 在宅安養機構安養 你都付錢的 我幫你保證 我們這個長照系統 建立不起來 市長你的看法怎麼樣 是 跟委員報告啦 因為有關 長照 的一個規劃的部分啊 其實啊 外勞的部分啊 他是 還是有他的一個 功能的部分啊 所以你現在假如說 要整個規劃體制的話 你也不能說整個就把它拿掉 那就是說 各個 各個 比如說我們本地的 居服員 還有我們本地機構的部分 還有啊 外勞的部分 可能這個配比的部分啊 要來做一些調整 我以韓國為例啦 講韓國能 我們能不能我不知道 四小龍之手 本來是台灣 現在變成最後一名 韓國2008年開辦長照 2008年 他們現在五百萬個老人 我們台灣兩百四十萬 他剛才兩百 他的人口現在五千萬 他的西醫 八萬多人 我們四萬人 差不多都這樣兩百啦 他們的老人的給付 他們不付現金 他不會付現金 因為付現金就剛才說的 現金 我們台灣如果付現金 你就要請負負責 我們這個長照機構建立不起來 他們 真的是用 機構的 或者是來設施的 他們可以 使用者品質會很高 第二個 家庭真的可以減輕負擔 第三個最重要 他創造了十幾萬個就業機會 那你如果照台灣這一套的話 你只付錢齁 所以現在你只想要付錢 這套是會失敗的 你沒辦法提供 就業機會齁 對不對 你們將來是要付錢的這一套 是行不通 所以你們要 現在的規劃要很小心 你如果想說 想再來長期保險 就是付錢 算人頭付錢 真的是會失敗 跟委員報告 那個委員的意見 我們大概 衛生署在規劃的時候 我們會提供給他 這些意見 所以希望你們 因為到時候 我本來以為 衛生福利部成立之後 這些 將來全部歸衛生福利部 結果也不是嘛 還是有社會司嘛 以上 整個都到衛福部